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第二座山》 它还有一个副标题 The Quest for Moral Life 指议过来是对道德生活的探索 中文版里把它译作为生命找到意义 我们知道道德生活和生命意义 是两个最古老也最根本的哲学命题 是所有哲学家在对人生和世界进行阐释的时候 需要首先回应的问题 他关乎我们要过一种怎样的人生 要奉行一套怎样的道德律令 当然不光是哲学家要去思考这两个问题 我们每个普通人也都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自觉地去追问生命意义的问题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人为什么而活着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言 对爱情的渴望 对知识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感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罗素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我们普通人或许达不到他的境界 但至少可以从他的这句话里受到一点启发 那就是甭管我们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这些追求都会成为支配我们人生行动的一种指引 思想指引行动 而行动造就命运 那么这本宣称要为生命找到意义的第二座山 它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他的作者 他的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是美国纽约时报 一位人气很高的专栏作家 受到很多美国精英群体的推崇 他此前的《社会动物》和《品格之路》两部著作 在《得道听书》栏目都有过解读 在那两本书里 他谈论的主题是 人的成就与性格、品格和道德的关系 在行文中 你能看到他的意气风发和信心满满 但就在写完《品格之路》之后 他陷入了人生中最动荡的一段岁月 他和妻子长达二十七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他搬了家 他的两个孩子也要离开他去上大学 一个原本美好的家庭变得四分五裂 他陷入了痛苦、羞耻和孤独 而当他想去朋友那里寻找安慰 却发现连一个可以诉苦的朋友都没有 因为长期以来 他为了事业上的成功 对身边的人总是冷漠、疏忽、缺乏同理性 逃避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 他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他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 是陷入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他曾经坚定地认为 只要通过个人努力 就能塑造良好的品格 进而取得不错的人生成就 品格的塑造就像健身一样 是可以独自完成的 但是升陷在孤立无缘的人生谷底 他发现以往的认识存在误区 他意识到当前在我们文化中猖獗的个人主义 堪称灾难 片面强调自我成功、自我完善和个人自由 就是一场灾难 他在书里把人生比作登山 第一座山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成就 为了外在的名利和享乐 而第二座山则是关于奉献的 他强调摆脱自我、舍弃自我 因为受到某种召唤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不过 攀登第二座山的人 并不反感世俗的快乐 他们也可以喜欢美食或者是美景 但他们在追求道德快乐的过程中 已经超越了世俗之乐 他们的生活在向着某种终极的善靠拢 今天的音频我将沿用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这样一个经典思路 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首先 什么是人生的第二座山 其次 人为什么要攀登第二座山 最后 要如何攀登第二座山 将人生比作登山是一个常见的比喻 比如 马克思曾说 在科学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 只有沿着陡峭山路 不断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峰 又比如 在希腊神话里 西西福斯因触犯了众神而受到惩罚 他被要求 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 但 每当推到山顶 巨石又会滚落下来 前功尽弃 西西福斯不断地重复着这桩苦意 永无止境 后来 西西福斯的故事 经过法国作家加谬的阐释 成为存在主义的经典案例 推巨石上山 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徒劳 但是 因为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付出和对抗 而给他富裕了意义 加谬说 迈向高处的挣扎 足够填充一个人的心灵 人们应当想象 西西福斯是快乐的 没错 布鲁克斯也强调快乐 他还为快乐分了好几个层次 包括身体上的快乐 情感快乐 精神快乐等等 但他认为最高层次的 真正的快乐 是道德快乐 其他的快乐都是短暂的体验 只有道德快乐是永恒的 他指出 教皇方济各 徒徒主教 救世君的志愿者 可能都拥有这种快乐 他们在道德升华的强大时刻 消除了愤世嫉俗的感觉 取而代之的是 希望 爱和道德鼓舞 那些道德升华的时刻 会令人精力充沛 让人觉得自己有强烈的动力 去行善 去牺牲 去行动 去帮助他人 他的登山理论也就此诞生 因为快乐的层次不同 所以人生追求的层次 也有所不同 他提出 人生存在一种双风模式 刚走出校园 人们会开始各自的职业生涯 或者是组建家庭 确立他们要喷登的第一座山 比如 要成为一名律师 一名警察 一名医生 等等 在第一座山上的使命 是建立身份 离开父母 培养自己 取得社会文化 所认可的成功 比如说 拥有体面的工作 漂亮的房子 舒适的生活 然后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有些人在登上第一座山以后 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但发现 这并不令人满意 他们会心存疑惑 就只是这些吗 他们会觉得 前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而不是陷入了 功成名就之后的虚空状态 还有的人 连第一座山都没有爬上 而是在半山腰就摔了下来 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然后在痛苦 失望和孤独中挣扎 或者萎靡不正 或者怨天尤人 没完没了地发脾气 布鲁克斯认为 无论登上第一座山的过程 是否顺利 人们都可能会在某些时刻 感到对人生的不满足 这时候 也就有了第二座山 比如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是娱乐明星 他们已经有了几辈子 都花不完的钱 身价的增长 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不再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会选择 投身公益事业 或者是文化教育事业 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比如比尔盖茨 和沃伦巴菲特建立的基金会 一直致力于消除贫穷 减少传染性疾病 改善妇女和儿童的生存状况 他们是在攀登完 人生的第一座山以后 在攀登第二座山 那是不是只有顺利登上了 第一座山的人 才有资格攀登第二座山呢 其实不是 有的人从来都没有 登顶过第一座山 他们从半山腰摔到了山谷 但是山谷反而成为 造就他们的地方 他们在痛苦中 看到了更深层次的自我 察觉到内心深处的爱的本能 渴望去超越自我 关心他人 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他们受到某种感召 想要投身于道德事业 过一种道德生活 因为他们看见了比个人幸福 更大的福祉 比如你可能听说过 某个人得了一场大病 或者是发生了一场 差点丧命的车祸 他在病床上重新思考人生 认为自己如果就这么走了的话 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他在痊愈之后 发愿选择去做志愿者 做支教的老师 做社区的义工 或者是为他人提供免费的 法律援助 医疗服务等等 他选择投身一项比自身更大的事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其实包括布鲁克斯自己 也是在遭受人生的挫折之后 才明白有更重要的第二座山 等待自己去翻阅 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 想到要写出这部第二座山 以弥补此前的著作中的不足 同时他还启动了一个名为 编织社会结构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让人们关注那些正在做社区建设和关系修复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这项研究中 他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被那些热心为社区服务的人感染着 说完什么是第二座山 我们再来看看为何需要有第二座山 布鲁克斯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需要去攀登第二座山 因为我们的社会正陷入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文化 在遭受一场关联危机和团结危机 个人与群体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因而需要更多的利他主义文化 他说 在需要感情的时候 我们过于理性 在需要道义的时候 我们过于公立 在需要关注公众的时候 我们过于关注个人 那么为什么个人主义会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呢 要知道 人是社会性动物 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的灵长 并非源于体能速度或者是力量方面的优势 而是因为人类从群居生活中发展出协作能力 进而发展出文明 从部落到民族再到国家 一步步走来 个体被编织进一张越来越大的社会网络里 这张网络中的人数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 因而他被人类学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 在战争 饥荒 瘟疫等灾难面前 人的连接和协作是必不可少的自救手段 但反过来 这张社会之网也会对个体进行捆绑束缚 乃至奴役 所以个人对社会既有依附的需要 又要警惕被其奴役 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 与专制主义相比 个人主义显然是一种更进步的社会思潮 他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用马克思的话说 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 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 几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这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生态 布鲁克斯并不否认个人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他强调 极端的个人主义正在造成全面的危机 而极端个人主义的形成 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二十世纪上半叶 北半桥的人们面临着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 这些重大的问题需要人们团结一致去应对 人们自愿的参军组成工会或者是救援组织 或者是在大公司工作 交战国家的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 强调履行职责 融入机构 顺从团队 服从权威 而不是试图突出自己 或者是损公匪私 这种以群体为导向的道德生态 一言以蔽之 就是我们修妻与共 布鲁克斯认为 这种我们修妻与共的道德生态 一直延续到战后 他并不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而是强调谦卑和盛言 他给出的信息是 你不比任何人强 但任何人也都不比你强 他认为自私自利和自恋 是诸多邪恶的根源 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自己 人们就会说你自负 并且对你嗤之以鼻 但他的好处是 人们有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 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而融洽 人们会在生活中相互的帮助和支持 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自有其迷人之处 我们从计划体制走过来 当然也不会陌生 但是当战争的危机解除 人们逐渐感到这种文化 对个人的禁锢和压抑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垮掉的一代和西匹式运动兴起 年轻人蔑视传统 反抗权威 追求自由独立和个性解放 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新时尚 他们认为 每个人都有权利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生活即可 人生的目标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 他们学会了忠于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外在的社会标准 他们认为 最好的生活就是最自由的生活 个人从教条 政治压迫 社会偏见和群体一致性中解放出来 个人至上的理念 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社会活力迅速地提升 但它的负面后果也在慢慢地累积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传播 个人主义越来越极端 布鲁克斯指出 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里 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不是是否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 而是个人所取得的成就 自私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为提升自我是首要的使命 以自我为导向是可以的 因为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中 个人的自私是可以被用来生产 公共产品 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越来越单一的社会评价标准之下 人们逐渐丧失了一些宝贵的品质 比如善良 同理心 责任心 公益精神 人们变得日益疏远 无论是在社会上 情感上 还是在身体上 都是如此 许多人 即便对家人也缺少关爱 连谈恋爱的畸形都没有 布鲁克斯曾经也是因为工作 而对家人和朋友缺少关心 才导致了离婚和朋友的疏远 他说 个人主义曾是我们祖父母的天堂 但经过半个世纪的解放 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地狱 布鲁克斯总结道 个人主义导致了四重相互关联的社会危机 第一重危机是孤独 很多人长期处在孤独的状态 孤独导致自杀率上升 和阿片类药物的滥用 近些年 每年大约有4.5万名美国人自杀 人均寿命也因此下降 第二重是社会信任危机 人们对邻居 对陌生人 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在降低 认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第三重是意义危机 也就是对人生意义 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没有使命感和意义感 精神空虚 缺乏自信 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第四重危机是部落主义 所谓部落主义 就是一群同样对社会不信任的人 聚集在一起 它是社会冲突和各种极端主义的温床 这四重危机 既有对个人生活的伤害 也有对社会发展的破坏 人们对公共事务变得冷漠 忘记了履行社会责任 宁愿独自打保龄 也不愿意参与社区生活和公共议题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挣脱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枷锁 却也失去了过一种高尚的富足的精神生活的可能 极端个人主义者把一切都看成是有条件的 利益是唯一的驱动力 他们貌似获得了解放 实际上却被另一重精神枷锁牢牢控制 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 让布鲁克斯感到危机重重 那么如何才能扭转这种社会风气 建立一个更有温度 更能相互依存的社会呢 或者说人们要怎样去攀登人生的第二座山呢 布鲁克斯强调 首先人应该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明白自己真实的渴求 而非随波逐流 其次人应该注重心灵和灵魂的成长 承担道德责任 最后人应该重视承诺的作用 承诺可能是对一个人 一项事业或者一种信仰 因为有承诺 所以一个人愿意为之奉献 接着他从职业婚姻 哲学与信仰和社区四个维度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攀登第二座山 为什么选择这四个维度呢 那是因为他们恰好囊括呢 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主题 也就是家庭事业生活和信仰 因为篇幅有限 我在这里主要讲职业和社区两个维度 如果你对另外两个维度也有兴趣 可以独独援助 我们先来看职业的维度 作为一个作家 他是从写作这项职业切入的 他介绍了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家 乔治奥威尔的写作经历 奥威尔说 自己的写作有四个基本动机 一是纯粹的利己主义 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 想要满足被人议论的欲望 二是审美热情 他能从潜词造句中获得乐趣 三是历史冲动 也就是对理解的渴望 想要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找出事情的真相 四是政治目的 他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 改变人们 关于应该建设何种社会的想法 为了成为一名作家 奥威尔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到穷人中间去生活 他是一个左翼人士 同情底层人群 但他认为他的社会党同僚 与他们所宣称的要去解放的穷人 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 因此在他的写作生涯开始的时候 就选择一个村一个村的徒步旅行 与底层人群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把非虚构作品变成一种文学形式 最终成为用预言来表达政治观点的大师 最后为了完成他的使命 他还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中 与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 他学会了不带幻想的看待现实 他因此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作家 此外 布鲁克斯还举了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例子 威尔逊从小就被各种各样的动物吸引 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 立志要成为一名博物学家 但有一次他钓到了一条针鱼 因为大义 他被针鱼刺穿了右眼 从此右眼失明 他无法再研究鸟类 因为观察鸟类需要立体的视觉 他不得不去研究一些很小的东西 比如蚂蚁 此后他凭借着无与伦比的热情 在博物学道路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爱因斯坦之所以走上科学的道路 同样是受到好奇性的驱使 他四五岁的时候看到指南针的磁针 在磁场的作用下来回的摆动 不禁吓得发抖 这让他想到事物的背后 一定是隐藏着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于是他开始痴迷于研究隐藏的力量 包括磁场 重力 惯性 加速度 此后如愿地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布鲁克斯认为 奥威尔 威尔逊和爱因斯坦的例子 都说明职业的选择应该遵循内心 要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找到自己真正爱的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的灵魂感到振奋 你需要听从使命的召唤 因为它关乎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是需要你做一辈子的事情 只有这样 你才会全力以赴 为它忍受各种痛苦 把它做到极致 同时也才有可能为社会贡献超额的价值 所以你看 事业有两方面的价值 一方面是为个人的生命找到意义 另一方面是为社会贡献价值 然而 现实中很多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更看重的是 钱多不多 工作轻不轻松 离家近不近 对他们而言 工作仅仅是一项谋生的手段 那些攀登第二座山的人 是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社区的维度 前面讲到 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占主导的社会 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 可能你在一个小区住了很多年 都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 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 却还是跟陌生人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 每个人要做的是实现自我 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你想干什么是你自己的事 只要不打扰 不伤害别人就行 人们强调精神的自由和独立 强调个人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体 他人即地狱 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走出来 不是做国家的人 不是做公司的人 不是做父母的好孩子 或者老师的好学生 而是做我自己 你们谁也别想定义我 谁也别想规定我该如何做 我要自由地发展 这种个人的解放当然是有其进步意义 但社会的冷漠 人云人近的距离感也就由此产生 过去社区邻里之间都很熟悉 大家会相互帮忙 相互分享 邻居的孩子 大家会一起帮忙照看 遇到突发情况 大家会齐心协力地去解决 社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 给人温暖的地方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布鲁克斯认为 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政府和市场 接管了以前的社区服务项目 现在坏人有警察馆 小孩有学校馆 搬家有搬家公司 生病了可以直接去医院 一切都有正规的服务 人们对社区的依附性和归属感减弱 独立性大大的增强 每个人都好像过着一种 与世隔绝的生活 过去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不见了 那么要如何恢复 社区的活力和温度呢 布鲁克斯认为 这需要依靠 生活在第二座山上的人的力量 这些人热心为他人 为社区服务 他们把建立邻里关系 置于生活的中心 通过各种方式 重建社区的纽带 让人们彼此信任 用亲密的联系 取代冷漠的距离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 编织社会结构的项目吗 布鲁克斯花了很多的时间 与这些致力于社区建设的人 和机构交流 他们通过 营建一些公共场所 举办聚会或社区活动 把人们聚集到一起 比如一个叫做麦洛的社区组织 成功地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 成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 提供特殊的专业知识 比如法律援助 高考辅导 心理咨询等等 后来 他发展成为一个 囊括四百多名学生 和一千多名志愿者的关系网 帮助人们建立 更有温度的社区生活 在一开始的时候 当地的社区居民 对这些陌生的志愿者 也是冷漠的 但他们不停地出现在社区里 慢慢地就建立了信任感 正如脉络组织的创始人所说 在生活中 无条件的爱 是非常罕见的 即使你被他们拒绝 但当你不断地出现 你的身份 就会发生改变 英国作家 艾瑞特曾说 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错觉 是相信 可以建立一种完美的制度 但其中的人 不必是好人 这种制度万能论 很有市场 我们也确实需要 在制度和法律层面 提高治理水平 但他忽略了 人的需求和力量 如果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善良 关怀 或者是忠诚 社会就会变成 野蛮生长的丛林 市场和国家 就会崩溃 个人也就无法获得幸福 再说到最后 布洛克斯提倡一种 关系主义 所谓关系主义 是介于 极端的个人主义 和集体主义之间的路线 它既不让 人与人相互脱节 陷入孤立无援 各自为政的绝境 也不让人 被群体所捆绑 成为没有个性的人 人生不应该是一次 孤独的旅行 我们渴望亲密关系 人可以在各种 社会关系中 得到滋养 社会也需要 人与人之间 强有力的连接 我们不应该 只是追求私欲 用单一的功利标准 来指引人生 而应该去治理于一些 比我们自身 更大的事业 攀登人生的第二座山 布洛克斯曾说 不论是在家庭 事业 还是在邻里关系中 关系主义者的 终极信仰 是我们每个人 可以自我成长 自我完善 但在最深的层面 我们又是团结在一起的 攀登第二座山 是为了获得一种 更真实永恒的快乐 也是为了建设一个 互信互惠 互相依存的 美好社会 这样的社会 让人依恋 又充满活力 攀登第二座山 不应该只是 漂亮的说辞 而应该成为 我们终身建训的价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